深夜,男孩看到漂亮的女人独自走在乡间小路 身后,一个猥琐大叔正悄悄地跟在女人的后方 下一秒,大叔一个见过将女孩鼓舞蹈 紧接着脱下对方的丝袜,缠在了女孩的脖子上 望着眼前的影影,男孩惊呆了 他没有选择报警,也没有见义勇为 眼看女人将被活活勒死 男孩竟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三十年过去了,长大成人的男孩开始模仿当初的凶手 四处杀人,不过很快他便被警察绳制一反 关进了韩国的武道沟监狱 刚当入狱的第一天,男人便接到了探视 一个素未谋面的中年大叔,一脸豪横地坐在隔断的外面 金科拉满脸迷惑,大叔一针见血 听说你误读了三十年前的连环杀人啊 今天我来确定一下,犯人以为对方是无聊的记者 便讲起了自己的杀人过程 可聊天的时候金科拉发现 眼前的大叔似乎比自己还了解丝袜杀人的全过程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对方 是你,就是你 随后便大笑了起来,眼见身份被揭穿 马应龙毫无惧色 他只是对着金科拉说了一句话 对方当晚便留下一封遗书 用囚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原来三十年前,金科拉曾被关进精神病院 那是他人生里最不愿回忆的九年 马应龙详细描绘了金科拉以后在监狱的服刑生活 三瓶齿的房间,做梦也逃不出去 没有自由,没有希望 每天睡觉吃饭,吃饭睡觉 再也感受不到外面的阳光 说吧,马应龙大笑了起来,金科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望着对方上衣口袋里的钢 他决定为警察留下点什么 就这样,金科拉在日历上写下了一个英语单词 随后将遗书紧紧握在手上吊自杀 预警按照金科拉的遗愿 将纸条交给了刑警钢太 而上面只有一个单词诺拉 望着金科拉的尸体 钢太试图让他回答单词的意思 可此时的金科拉身体发黑 已经彻底死透了 警察翻遍了所有词点 只查到诺拉是个人名 这个单词和30年前的杀人真凶有存 韩国人一般不爱取英文语 除非此人是基督教的姓名 受到过牧师的邪理 经过走访 两人总算找到了一个名叫Noah 男人说30年前 他还认识一个同名同姓的 此人生得浓眉大眼 双眼爆皮 当初的教堂里有个打过越战的军人 经常向孩子们炫耀自己在战场杀死了多少敌人 军人的小腿上有一排刺青 他说那代表着自己杀死的人数 由于太过血腥 孩子们都不喜欢听 唯独那个和自己同名的Noah 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 回到警局 几人将自己的调查记录写在了白板上 此时 法医马应龙突然走了进来 男人说自己只是偶然露 聊天的时候 马应龙的双眼一直盯着白板 他很想知道警方的调查进度 便将手伸了拨去 势苦把板子翻过来 此时一只大手按在了白板上 钢太一直不是很喜欢法医的作用 因此拒绝了对方的参与 马应龙尴尬一笑 说需要帮忙的话随时联系他 钢太礼貌地点了点头 随后将目光盯在了马应龙的钢底上